各位朋友 你們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做一個簡單的早餐 我打算用薯仔做Hashbarn 配蛋和沙律 不如說說Hashbarn 它是一個早餐 我們經常看到的可能是四方人一塊塊 在快餐店看到的 但其實在外國 我認為Hashbarn有很多種類 像我今次做的薄那種 或是小小的 甚至一塊塊 或是薯仔切一粒粒炒香 炸出來都可以叫做Hashbarn 多數早餐或早午餐的地方 都會有供應Hashbarn 每家的做法都不同 下的味道都不同 很好玩 我計劃用這個Waffle機來做 想著可以方便一點 誰知其實可能不是 最後我也是用煎的方法來做 不過大家繼續看下去吧 先洗好菜 先洗乾淨 是洗菜了 洗乾淨 你們平時洗菜喜歡用這些 因為呢 因為呢 小工具可以幫助 這個呢 我以前也有一個 這個是另外的 這個是我第二個 其實我家裡有三個 因為我們家會吃沙拉 所以買了很多款 你們可能以前見過,我看Keya的那個 這個就是新買的 它有種不同的就是它的樣子很漂亮 盆子很透明,而且就是 它這裡有個洞 拋好後,水已經在底部 然後就可以直接把水倒出來 是不是很好呢? 這個不是廣告來的 就是告訴你,我有新買的 現在穿過不喜歡這些 這個叫做什麼? 菜的乾耳機 乾菜機 這樣就已經可以做了一些 乾淨之後 就可以做一些很乾爽的菜 我現在把菜放開 發定一隻雞蛋 我們做了一些前期工作 我剛才看到有洋蔥 我想加一些蔥 因為我覺得加上蔥會香一點 好味一點 不過如果你說我不喜歡吃蔥的話 你就只加洋蔥就可以了 甚至乎我說 想再涼一點 是可以 不加洋蔥 不加蔥 就這樣加蒜粉 和洋蔥粉 都可以的 真的可以做 這個也挺方便 在家裡煮一下 星期六日 想煮一下早餐 這個也挺方便的 現在全部是自己的事 我早就先做了 為什麼呢? 是因為 我做薯仔 我做薯餅 很多時候 人們都會浸 薯仔 或者把薯仔 磨好之後 放進水裡浸 我這個是懶人方法 簡單的方法 連這個步驟都去了 所以想在薯仔未變啡之前 搞定了 所以最後薯仔才處理 我們就切洋蔥 看到的份量 我想我放半個夠了 剩下一個用來炒其他東西 還有另一個材料就是麵粉 這個是中筋麵粉 兩湯匙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把薯仔削皮 你用哪隻薯仔都可以 很多人就用 WASPIC那隻 就是平日的焗薯 我今天就用這隻 就是 黄色的薯仔 看看你喜歡哪一隻 當然 你用粉一點的那隻 可能會比較好吃 水分比較高 水分比較高 不會那麼容易脆 我這個水分比較高 然後我暫時先浸水 但我已經浸泡了 浸泡了 我打算用這個磨 但我想我磨到天亮都沒有 我不會有電磨完 然後我把電磨完 就先用電磨完 我先把電磨完 先磨完 我先用電磨完 就是這樣 很快脆就完成了 現在把它拌乾 把它倒出來 你可以用一條毛巾 如果像我這樣 用毛巾 是用這個 琵琶頭 廚房紙 先打開 先打開 一轉 始終是廚房紙 然後把質 拿出來 拿出來 因為你要拿乾 它就 其實很乾 因為有水 拿乾 一會兒 薯仔會容易脆 把廚房紙已經吸乾了 我們可以把蛋倒進去 然後把它拌一拌 然後把麵粉倒進去 然後把它們拌在一起 還有我釘了牛油 等等 這裡大概兩匙匙的牛油 也放進去 然後把它們拌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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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加了半個洋蔥 我剛剛看了 原來兩個薯仔摸出來 都這麼多 我可以加了半個 看下去 就是一個小洋蔥 兩個薯仔 兩條青蔥 一個雞蛋 兩匙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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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油 一匙匙匙 還有四分之一茶匙 鹽 還有 四分之一茶匙 黑椒粉 另外 旁邊 我もう過 焗爐雨 熱了一個很低的溫度 打算做好蔥蔔 就可以暫時在它 先放進去 因為逐個逐個做的 讓到吃的時候 全部也是同樣的熱度 我等它在這裏的光亮就可以了 預熱著 不一定要弄到整個模糊的樣子 我打算弄到好像放正中間一樣 另外就預備了一些牛油 所以剛才說兩匙羹的牛油其實也不足夠 因為我另外這裏也會加牛油 所以每一次弄一次的時候就掃些牛油 讓它們不會太容易黏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下去了 我不會弄得很厚的 就把它攤開一點 也不需要弄得太均勻 不需要弄得太均勻 在中間的兩匙羹倒 然後我把它攪拌 夾著它 然後等它再穿 等到它變成金黃色就可以了 預計就是8至10分鐘 到最後十幾分鐘都還沒得 等著的時候 老公弄了一個奶茶給我喝 我們一邊喝奶茶就一邊煮了 我發現原來我這部機 未必可以做到那個效果 我打開來看看 看看 我覺得不夠脆 而且樣子等了很久 我會浪費了一點點時間 我覺得 好 那我們就轉型 沒辦法 很多時候用來做人就是 要 要懂得轉薄 要懂得走盞 撿散 對不對 現在我們用鑊煎 用傳統方法 好 接下來我們 現在我用來煎 那我就把牛油放在這裡 因為用鑊煎 牛油會很容易焦 所以我就要再加一些普通的牛油 而且它需要油的份量 也要多一點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在這裡 放一半 放一半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開 然後我們把它放開 然後讓它煎 對 然後讓它煎 现在已经可以整个这样转 我们就可以把它翻了 放一放 好漂亮 刚才那边已经煎了5分钟 现在剩下5分钟就在这边慢慢煎了 还是不用动它 按一按压后就不用动它了 好,我们再看这边 看一下鲜层点 已经很脆了 我们就可以拿起它煎第二个了 剩下的牛油放进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剩下的鱼鱼放进去 然后我们把它煎了 另外一边煎了4分钟 然后平常煎了9分钟 一个 这个我刚才已经有焗锅要热 我怕过我之前的这个冻 我就把它放进焗锅 我们再看我这个 该情况是否要再加弹 没有 Haha,它真的不行 这个是不够烈的 所以我们把它翻转一下 我先来看看 另一边是如何 这边可能的样子好一点 但真的好像不够热 或者我用这边再抹一下 这个已经剩了13分钟 所以可能是我这部机器不够能力 然后再翻一下 这个更脆的样子 好,完成了 我以为是把它铲出来 把它铲出来,把它铲掉 像我这样怕太油的话 就可以用黑派桃锁一锁油 然后我再煎两只蛋 我的丰富的早餐就应该完成了 好了,早餐完成了 现在我们就看看你要加什么 这个沙拉鱼 就是这个沙拉 我预备了这个 这个沙拉鱼 这个沙拉鱼 沙拉鱼 加士多啤梨 我就用一个沙拉鱼 看看你们喜欢自己的沙拉鱼 自己喜欢的沙拉鱼 我喜欢沙拉鱼 这个沙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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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里面 不如把它铲在里面 那它比较漂亮 喜欢的话可以用 这些沙拉鱼 看看你们自己喜欢 如何 好 早啦 好,我不客气了 吃早餐了 看看你们喜不喜欢 都可以跟我一起做早餐 看看另外那一块是变成这样的 我也是觉得煎的应该好些 我想应该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的沙拉鱼 不够 不够能力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要吃早餐了 下次再见 拜拜